您好 欢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视野 我是黄家华 中国北京疫情升温 一周以来COVID-19感染者达194例 涉及确诊的区域扩大到12个行政区 因应疫情 北京日前展开全面性的核酸检测 严格追踪病毒足迹 希望能够阻断传播链 北京一户住处周边架上铁围栏 进行封锁隔离 北京东城区草场社区 日前出现一名确诊者 住所周边立即采取封锁措施 针对封控区内的民众 进行核酸采样 并设置隔离人员专用厕所 消毒控管 防堵疫情扩散 初步流调结果显示 目前已隐秘传播了一周 感染者人群多样 活动范围广 目前已涉及学校 旅行团及多个家庭 北京疫情近来有升温迹象 全市16个行政区中 有12区出现确诊者 日前已宣布暂停所有体育赛事 及体育培训课程 面对即将到来的五一假期 更是不敢大意 全市上下要即刻行动 坚持筷子当头 尽锐出战 事不过夜 抓好疫情处置 用最短时间遏制疫情扩散 因应疫情 北京展开全面性的核酸检测 当前只剩下门头沟 怀柔 密云等三个远交行政区 尚未全员检测 北京官方强调 组织性的做好核酸检测 是为了在第一时间管控风险 必须采取最果断的措施 阻断病毒传播链 中央市记者张淑林 北京报导 全新黑色犯罪电影《寿命》 由新锐导演邓仲谋编导 找来实力派演员 傅梦博与曾之桥 蔡淑珍同台标戏 故事描述一位厌世的保险业务员 一心想自我了结 但某天他突发奇想 将这条命在网上贩售 意外引来荒谬的人事物找上门 另外电影《死见行动》 根据同名历史著作改编 重现二战期间 英国的诱敌计划 肉线行动背后的故事 金奖影帝科林佛斯是演军官 透过精心策划的手段 成功引导纳粹德国误判 让盟军抢得先机 电影《死见行动》 改编真实故事 揭秘二战期间 让盟军收复意大利的关键计划 肉线行动背后的故事 金奖影帝科林佛斯 饰演肉线行动的主导海战军官 透过假造的军官尸体 夹带错误的情报 成功引导纳粹德国误判情势 也让盟军成功击败意大利的法西斯政权 黑色犯罪国片受命由实力派演员 傅孟伯领先携手曾之桥 蔡竹真大荧幕玩命标演技 电视保险员一天到晚都在思考如何死亡 他突发奇想将自己的命上网拍卖 意外引起黑道老大兴趣 更有人开上天价买命做人体实验 事情出乎意料的展开 他看待生命的方式也有所改变 日本讽刺喜剧决战星期天 故事嘲讽政坛 找来日本影后工作里会饰演待故 出征精神的素人正二代 但平均失言和脱续行为 让身边的资深幕僚难以招架 质选难度飙高 为了不复老艺人的疏忽 资深幕僚只能硬着头皮 想办法将大小姐送进回会 意大利民导保罗杰诺维希 推出新作《真爱超能力》 电影以时间为探讨主轴 描述物理学教授与漫画家 个性天差地缘的两人巧遇而相恋 片中藉由男女主角在不同时空的相遇 描绘爱情在人生不同阶段的奇妙变化 中文社送后报道 在海外 中央社拥有阵容最坚强的新闻团队 全球布局居台湾媒体之首 将近30个据点分布五大洲 以台湾观点掌握全球脉动 受到疫情影响推迟的巴西嘉年华会最近登场 民众宰歌宰舞相当热闹 不过根据统计巴西的疫情依旧 新增确诊病例每日人达数万例 死亡也有数百人 但民众还是热情不减 嘉年华会人气满党 民众宰歌宰舞 大型狂欢派对在里约热内卢展开 每年二月登场的巴西嘉年华 因为COVID-19疫情爆发已经两度取消 今年Omicron肆虐 巴西首都巴西利亚和24个州的首府 宣布取消或延后嘉年华 不过狂欢节期间仍有数百场派对 在巴西各地举行 基于防疫考量 今年演出规模和地点都有调整 例如演员和观众要进入热门的桑巴大道 都需要出示两剂新冠疫苗接种证明 才可以参与 根据巴西媒体统计 截至本月20号 巴西已有1.7亿人接种第一剂新冠疫苗 占总人口八成以上 有1.6亿人已经完成全程疫苗接种 占总人口七成以上 至于接种了第三剂加强针 有超过8400多万人 占总人口将近四成 机关如此 巴西当地的疫情依旧不容忽视 根据当局统计 本月20号当天新增确诊病例达36000例 新增死亡263例 但民众依旧不为疫情热情参与嘉年华 中央社综合报道 南横公路是台湾三条东西横观公路建设之一 民国98年 莫拉克风灾重创南横公路 历经将近13年修复 中间几度又因天灾冲毁道路桥梁 最后一里路天池到向阳路段 终于在4月底修复 4月30号通车典礼后 将于5月1号有条件全线通车 让国人再有机会欣赏到南横之美 最美公路南横终于要通了 连接高雄与台东之间的南横公路 在莫拉克风灾后已中断近13年 为台湾三条横观公路之一 西起台南玉井 公路横观中央山脉后 东至台东海端 全长为203.982公里 最高点在大关山隧道 海拔为2722公尺 也是台东县与高雄市的县市交界处 民国98年 莫拉克台风挟带的豪雨 重创南横沿线道路及桥梁 海拔1000公尺以上的道路柔长寸断 沿线桥梁几乎全断 那这个路段在莫拉克风灾 我们从刚才停车那边 过来一点点到那边 总共5公里在莫拉克风灾的时候 5公里的路廊全部都流失 就像现在这种道路一样 整个都不见了 只能走这种河川变道 12年施工努力逐断修复 期间更多次遭遇台风豪雨的侵袭 在交通部公路总局的全力抢通下 终于渴望于今年5月 有条件管制下全线通车 南横修复过程异常艰辛 公路总局表示 由于山区饱含湿润绷击土石 边波长无欲紧崩塌 106年0602豪雨的时候 它整个道路这边 整个都流失掉了 它整个道路这边 全部都是没有道路的 整个都流失掉 好不容易开辟的工程变道 铝背土石流瞬间吞噬 加上土壤地质不稳定 修复工程的难度超乎想象 我们之前在1901也发生过 就是石头掉下来 还好幸运是没有砸伤人 可是机具坏掉 还有包括车子坏掉 砸到车子 2010年甲仙大地震 2012年610水灾 2021年明霸克路桥遭到冲回等 都让南横修复工程受到伤害 从104年宝来修复到桃园 到109年的梅山口到天池 如今又经过公路总局 工作同仁施工团队努力 封闭已超过12年的天池 到向阳段近20公里 也将达到安全通车条件 这个更大的豪大雨 更恶劣的条件 或者是这个更强的台风 它还是有可能就是说会有落实 那不过我们这些部分 我们都会做好相关的一个监测 跟安全的一个掌控 12年来 南横公路甲仙道观山 仅150公里 投入130亿经费修复 在兼顾施工安全与品质的努力下 南横公路沿线 共完成23座桥梁 15座明隧道 及数十处上下边坡与陆基附建 地方都几乎大自然的生态 我们没有什么建设 没有人为的建设 通了以后应该也蛮乐观的 心里很期盼就是这样 在今年四月底后 南横全线打通 将让国人再有机会 欣赏到南横之美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在华视频道 以及中央社网站都有播出 我是黄家华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